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熱點互動 今天是5月13號 星期三 本期節目我們談一談川普政府最近對中共祭出的兩季重拳 一個是白宮禁止聯邦退休基金投資中國股票 還有一個近期有消息傳出 川普政府正在就推倒中共防火牆一事進入實質性的討論 那麼今晚我們還是請來兩位嘉賓 一位是在現場的時事評論員橫河先生 橫河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一位是通過skype和我們連線的特約評論員蕭恩先生 蕭恩先生您好 班尾好 觀眾朋友們好 好的 謝謝各位 觀眾朋友也歡迎您在節目中跟我們互動 或者在我們的視頻下方留言 談談您對這些事情的看法 好 橫河先生 那我們先來談一談有關聯邦退休儲備的 退休儲蓄計劃這樣一個事情 它是英文叫TSP 那麼這個聯邦退休儲備計劃 在週一的時候 就是白宮的庫德洛和國安顧問 給聯邦的勞工部長發了一封信 勞工部長接著給這個TSP的董事局又發了一封信 就是要求他們停止他們本來計劃的要把他們這一部分資金 轉為投資民勝指數 而民勝指數其中是有一部分中國股票的 所以這個事情今天基本上就相當於塵埃落定 因為這個TSP已經發聲明說我們會推遲 基本上是取消了這樣一個投資計劃 這個事情其實民間一直在推動 但是這個從政府從白宮層面發出這樣的要求 那完全是不同性質的了 所以請您談一談就是您怎麼看白宮的這樣的一個決定 為什麼在現在這個時候 它會決定出手要來禁止這個聯邦退休基金做這樣的投資呢 其實美國政府不是今天才說這個話的 去年下半年11月份的時候可能已經說過這樣的話 只是說沒有以這麼正式的 就是以勞工部長啊 獲得了自己寫信的這種正式的方式 但是呢確實是表達了 就是不希望就投資到這個指數 然後呢因為這個指數 因為8%是中國股票 是中國的這些公司 那麼當時呢其實他的董事會就一口拒絕了 一口拒絕了 其實好像不用你們管 那現在呢白宮呢是有了一個很好的藉口 其實呢這個所謂藉口的話 沒有這個藉口也可以 因為他真實的理由 其實上次白宮就是美國政府提出來的 和這次白宮提出來的 真實的理由都是其實是一樣的 真實的理由就是一個呢就是這個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 那麼再一個呢就是說中國的這些公司 它不透明 沒有按照美國公司的這個要求 來提供它的那些報表 所以說你就不知道它會有什麼後果 你不知道這公司究竟經營得怎麼樣 所以說這兩個 結果呢這一次呢 他們在就接受了白宮的這個要求以後呢 他們還專門說出來了說這次理由很充分 這個理由是什麼呢 這個理由是就是因為這個疫情 因為疫情呢使得很多中國公司的前景和利潤 非常難預測 在這種情況下呢 他們認為停止是一個明智的做法 實際上我們知道 其實這只是最後再加上了一個法碼而已 在前面的那些理由繼續存在 而且是長期堅實的理由 這個只是說一個特殊情況而已 但是疫情可能是加大了就是美國政府 或者白宮想要出手的這個意願 白宮想出手的意願 對在這之前它沒有這麼正式的出手 而且呢就是確實是它牽涉到這個聯邦雇員的退休計劃 因為如果說聯邦雇員的退休計劃當中 由於中國的不確定性而造成了很大損失的話 那麼會對聯邦雇員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實際上在這點美國政府是必須要出手的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是就這次疫情以後呢 就是美國政府很清醒的認識到 就在這一類的事情上不能跟中共打交道 你什麼地方沾邊 什麼地方他就要利用這個事情來 來脅迫你做他要做的事情 來把你引導到他要走的那個方向去 所以美國政府不能就是等於是被他綁架 被這件事情給綁架了 是 那蕭茵先生我們看到說其實像橫河先生所說的美國政府 白宮呢確實也是有一段時間在這個事情上是有一定態度的 但是呢之前呢我們聽到說有消息說這個白宮有可能 向川普總統發行政令用這種方式來做這個事情 現在呢他選擇的一個相對溫和的方式 他是用發信 但這個速度是相當快的 因為週一這個庫德洛的信 週一發給勞工部長 現在勞工部長接著馬上就發信給TSP 然後週三今天TSP就回應了 這麼一個迅速的事情 它還是反映一種大環境的變化 所以請您談談您認為就是這一次白宮出手 然後很快的這個事情就禁止了 這背後主要的原因和推手是什麼呢 這件事情其實不管是政府還民間都運量有一段時間了 那去年的時候大家知道成立了一個 當下中國威脅委員會 就是Commedia of Present Danger China這個委員會 那這個委員會裡面本身就有一些 本來就是里根政府的時候一些重要的一些官員 那比如說像Roger Robinson 但是他就是關於這個制定 如何在經濟上截斷這個蘇聯 全蘇聯的這個經濟命脈的這個 一個部門的一個總的Executive Director 所以他當時就是幫助里根政府制定了一整套 這個經濟方面的這些戰略手段 如何能夠在經濟上就是可以說是打垮蘇聯吧 所以呢幾十年後他又捲土重來 他也在考慮就是說怎麼樣能夠停止為這個中共輸血 畢竟中共是靠美國的這個資金 還有其實很多國家資金 湧到中國大陸去才發展起來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等於說我記得以前 謝田教授一直形容就是這是赤龍的前男對吧 一旦是這個惡龍他有了錢以後 他就不斷的作惡嘛 那所以從他的戰略來說 他確實是需要想方設法能夠截斷對中共的輸血 那麼確實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華爾街跟中共的這種勾連 那除了大量的中國公司能夠到美國這些股市上市圈錢 這其實是最大的一筆 那同時很多美國的基金他也到中國去 那這裡面就是像你剛才提到這個民生指數MSCI 他這個其實這個MSCI到中國去投資以後 這家公司本身就受到中共的威脅 所以去年特別是去年夏天以後 中共政府給了MSCI很大的壓力 他也要求他增加這個MSCI這個指數裡面 包含中國公司的這個比例 因為這個MSCI公司要想做一家公司 他要想成功的運作下去 他在中國裡面又欠了很多的利益 而且很多大的投資者也希望他多加中國的這個股票 所以他不知不覺就在去年到今年以後 一直把這個權重上升到20% 就是他的World Index裡面上升到20%了 那當然從他的China Index中國指數那部分來看 他其實幾乎涵蓋了中國85%的equity的market 所以他其實等於說是幫助所有的中國的這個上市的這些基金 有個機會能夠到美國去圈錢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口子 所以這MSCI這個指數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從這個當下中國文會的角度來說 他怎麼樣能夠直接跟華爾街對抗 這本身是有一定難度對吧 所以他找到一個切入點就是這個TSP 因為這個TSP包含了將近590萬的聯邦僱員 其中還包括了這個退休的軍人等等 那是這些人的退休基金來做投資的這樣一個TSP 所以他就有一個比較靈巧的一個理由 就是說你等於是讓聯邦政府這些人的錢 去投資了一個中國的比如這些公司 而且違反了可能會威脅到美國的這個國家的利益 特別是比如說這個基金投資到中國的比如說像海龐威視 那海龐威視本身通過這種聯邦識別技術 對這個新疆還有中國各地的這些就是宗教人士 維權人士的迫害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那還包括比如說像AVIX這樣的中國的軍工的公司 那它甚至參與到武器的製造 甚至是洲際導彈的製造的過程 所以就是很明確的就是說TSP這樣的運作方式 是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利益的 所以這個當下中國委員會就有一批人 他們就把這個事情做一個重點 所以他就已經在去年的時候就把這樣的一個做法 就是要停止TSP投到中國去的這樣一個做法 已經告訴白宮告訴這個行政當局 那麼只是需要一個契機 所以現在確實是說正好這個疫情 讓人家看到中國的這個很多公司 面臨著這個盈利的這個巨大的風險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說有一些中國的公司 可能面臨美國方面制裁 一旦調查清楚這些公司可能牽扯隱瞞 或者是威脅到美國的利益 它有可能面臨制裁 那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TSP的這個他們的投資董事局 就會很明確的知道一點 如果我再這麼做下去的話 那肯定是沒法交代 因為你用的是聯邦基金的錢 但是還有一點就是說 其實很大的一部分錢就是用到中國去的 還是各個州的這個退休基金 這個又是另外一大筆 所以這個當下中國委會其實也有一個team 從今年1月、2月份的時候就跑了很多州 跟很多州的這個州的議會 州長、州務卿溝通這件事情 因為州的這個退休基金 如果用到中國大陸去又是一大筆錢 好的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再詳細展開來談一談延伸開來的問題 那其實說到華爾街的角色 我想問一下橫河先生 我們知道就是最近呢 新唐人大紀元的這個媒體集團 推出了一部紀錄片也是跟這個有關 它就談到了就是說 美中之間這種金融上的這種融合 那麼主要是通過這種 一個是在中概股 就是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的這種股票 那麼還有就是通過這種基金 把很多的這種可以說是美元送到了中國大陸 那在這中間呢 華爾街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所以這個片子我知道您在其中還是接受了採訪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片子的一個小片段 我們要參觀看 gobierno亞洲川普蘭皆RNA 組成員包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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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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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ingzę 무엇 海洋核 нач就下 дело叫作出海军 器官 reaching战ил 美论战斗的 skills inis辞议 陈泉的中 第一任 他们叫我们的敌人 他们说他们在战斗 共同国习战的东西 看来当这些都入属 但是这些都不具体是 中国共产装 ejemplo 他们的法治 和他们的 就因为人民的法律 好 那这部拼子呢 其实他的名字叫养虎为患 华尔街的省思 如果观众朋友感兴趣呢 可以去新唐人的这个YouTube频道来观看这个片子 所以我想问一下恒河先生 这个片子中举了一些例子 那从美国民众的角度 还有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 投资中国公司或者把这个钱放到中国公司这个股市上 到底有什么样的风险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片子的名字叫《华尔街的省思》 那您觉得在这期中华尔街应该反省什么呢 首先讲一下就是投资会有什么风险 这部片子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 康州有一个退休的教育工作者 可能是个老师 他呢就是请求当时要来访问美国的习近平 他就发了一个呼吁 就是说能不能给美国投资者一点希望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当时是买了一家中国公司的股票 就是叫中国清洁能源 买了这个股票以后呢 这个股票呢很快的就被那个美国纳斯达克在纳斯达克上市了 上市的 上市以后他们买了 买了以后呢 结果呢 他连续不报表 就是连这几年都不报表 后来呢 纳斯达克要求调查 美国就是监政会也来调查的时候呢 要调查的时候呢 他就发现这个公司可能有很大的问题 很大问题 然后呢就派一个人呢 负责就是来接管这个公司 在调查期间接管公司 然后来怎么样收购还这么回事 就在这个期间呢 他们就身体破产 结果被美国法庭拒绝了 说你不能在人家调查的时候申请破产 后来这个人就完事中 就跟在中国大陆一样 就完事中这个负责人 这个公司的总裁 就完事中他就不来美国 你哪也找不到他 你到中国去也找不到他人 就他就不露面了 后来就从这个纳斯达克就把他取牌了 取牌以后呢 这个他们投资者呢 在2011年的时候 这个最高点达到将近10美元一股 到了2015年他写信 呼吁习近平的时候呢 是五美分 就是垃圾股都不到了嘛 就是他等于是一生的积蓄全部毁掉了 就很多美国投资者都是因为这个 就是说后来有人就专门做调查 不是有个浑水公司吗 就专门去查这些中概股 就是根据他们调查的结果 在美国上市的这些中概股 如果按照美国公司的标准 去上市的话 95%到99%不能上 他们根本就不遵守美国的任何规则 就是不给你提供消息 当时呢 中国证件会的主席 亲自跑到美国国会去 当说客 他自己 一个一个国会议员的办公室跑 就告诉他 我们不能公布我们的报表 因为这个报表 所有我们上市公司的报表 都是中国的国家机密 而美国接受了这个理由 美国接受这个理由 就是最奇怪的 其实从一开始 帮他包装上市的那些公司 是清清楚楚知道 这些公司是有问题的 对于是华尔街就拿什么 拿一个百分比 就是你上市以后 对3%到7%的一个 对3%到7% 拿了他就不管了 然后这些人圈完钱一宣布 然后变成垃圾股 这些人都已经赚饱了 拿到钱了 所以说华尔街实际上是 在这件事情上是明知故犯 就是帮着中国公司到美国来圈钱 坑美国的投资者 这是一个投资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呢 是非常大的 就包括现在 就是说当他们这个 就是这个 美国这个退休基金啊 要投资在中国的时候 那些投资者是知道的 他不可能不知道嘛 你就看每年的报表 你就知道它真的是假的 而且现在到中国去查 很简单 有的公司连地址都没有的 他们就查到那家公司 就查到那家公司 就他们买了块地 连房子都没盖 回来他们就说 浑水公司的调查是吧 不是就是那家中国能源公司 就那个呼吁的那家 对也有很多公司调查它 买了块地 最后他们就把那块地就要下来 因为弄那块地卖了以后 来给投资者看能不能补贴一下 因为中国房地产涨得很厉害嘛 2015年时候还是涨得很厉害的时候 用这个方法能不能把投资者补偿一点 就这种方式 那么所以说就是这种投资的方式吧 是明知故犯 很多人都可以就是外行 你像这个浑水公司 他们自己调查 调查出来这么多 如果说这些投资的 华尔街的人要知道了的话 他们自己其实比他 比那个浑水公司知道东西要多得多 省计就是他们做的 包装是他们做的 上市是他们做的 所以这两条路 实际上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到美国股市来圈钱 一个是从这里投资到中共公司的钱 都是给中共输血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一个就是对投资者是非常不利的 这个投资者非常绝望 他不像在美国 如果你投资失败的话 如果你是正规的买的话 他是隐瞒的话 你可以打官司 但是你跟这个中国公司 他就失踪了 他就没有了 所以美国的投资者非常绝望这件事情 那么而且你为什么不能够让他按照中国的 就是按照美国公司的标准来上市呢 所以说华尔街在这件事情上是 就是说是帮凶 是中共的这个帮凶 那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 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的 一个呢就是这么多联邦雇员的退休金 落在了很多中国公司身上 那么对于中国公司来说的话 中共呢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只要你跟他有很紧密的来往 你百分之就是你有这么多的这个投资在他的公司了 就是已经很密切了 对不对 他就会把这个来作为武器化 就是要挟 就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要挟你或者是绑架 这就是使得美国等于是联邦雇员的 这个大笔的退休基金就被中共给控制住 你跟他这个融合的越深 你受他的这个要挟越大 对 你要是这个不理他 那他当然没办法 要是你经济跟他没有这么来往 那他也没办法 这是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呢就是投资的那些公司 他主要全是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就是人权问题 就是说这些公司很多是直接侵犯人权的 比如说像海抗威视 刚才向恩先生提到 对还有在这个新疆的那些集中营啊这些 就很多这方面呢 这个这是对对对美国的价值是一个挑战 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直接就是生产军火的 那就是跟美国对抗的 因为中共把美国当作敌人的 而且中共的所有的假想敌 在在这个准备战争的时候的假想敌 都是以美军作为作战对象的 那么在这种时候 你把大笔的资金投进去的话 不是等于是你用美国这个退休基金去养活了 就是美国的金钱去养了中共最终要战胜美国的这种势力 对不对 这就是以前 拿自己的钱去为敌人 对在中国大陆大家流传那句话 谁也我也没证实过那句话 究竟列宁有没有说过 就是说这个把所有的资本家都吊死 然后这个据说一个底下工人就问了说 那哪来那么多绳子呢 他说不要紧 资本家会卖给我们的 他就是华尔街在这里就起了这个作用 就是牵线 然后呢把绳索卖给 就是套自己脖子的这种脚架上的绳索 交给中共 是这样的 其实我想问一下萧嫣先生 就是有我看有媒体在分析说 这个现在美国这个政府开了第一步 把这联邦储蓄基金对中国投资停下来了 那这到底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还是说它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也有人说呢 这个联邦储蓄基金 它只是一个冰山的一角 或者叫冰山的这个尖 有很多就像您刚才提到一些州的退休基金 还有其他的方面 有很多的这种金融的输血在给中共那边输 所以您觉得它有没有可能引发 这样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另外呢就是刚才 就是恒恒先生提到这个华尔街在其中的角色 那么如果要做这样一些事情的话 美国政府可能遇到的阻力会有多大 比如说来自华尔街的阻力会有多大 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 它现在像是第一枪吧 但是其实整个事情的这个效应应该会逐渐的就显示出来 而且很多事情也是在酝酿之中 那刚才有提到过 就是包括这个当下中国委员会 它其实跑过了很多州 比如说纽海培尔市 南海 加州 很多地方都跑过 那在当地很多议会 也有很多是比较保守的力量 有很多议员不管是保守或者是属于比较liberal一点的 他们都对中国的威胁现在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所以当提到关于这个像中国这些股市投资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个支持面还是相当广的 那所以很多州其实现在也在州一级的层面 也在立法 就因为不同州的法律不一样 所以它有一个滞后的过程 它不是说所有州就像这个administration 也简单一个信 一个executive order 它就解决了问题 对吧 各个州的话 各议会 要想通过一个议案 要决定整个州的退休基金的投资方向的话 它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技术的问题 还有各方的这个州议员之间的有一些battle的地方 但是总体上来说 这个事情一定会 特别在一些保守州的话 它这个步伐会马上跟上 然后呢 其他的这些比较liberal的州就会稍微慢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那当然其中一些大的问题 比如说像加州这个退休基金 这个CAPERS 它面临更大的问题 就是中共的渗透的问题 包括它的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就是主投资官 首席投资官 首席投资官 对 它其实就是 等于说是中共的人一样 因为它一个是这个人 在美国就是在华尔街工作以后 他就回到中国的这个 中国官方的 这样这个外汇管理局里面工作了几年 然后再回到加州这个CAPERS 再作为首席投资官 所以它这个跟中共的关系 本身就是无法解释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其实当时这个事情曝光以后 加州本身反弹很大 只是说没有到这个时候吧 那现在联邦政府这一级 已经明确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然后州里面的这些比较保守的议员 也会进一步在这方面施加压力 所以我觉得加州包括CAPERS 他们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说 这个人可能我留不住 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整个美国社会 越来越多的人 意识到中共这个对美国的威胁的时候 我觉得连很liberal的加州 可能都会有一些 有一些比较正确的做法吧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一定会 会朝这个方向走 那另外说到 恒河先生刚才提到的华尔街的一些作为 那其实不是华尔街不知道这个问题 其实早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 华尔街就有他的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SEC 这个证监会的这个Administrative Judge 他有一个行政的裁判官 当时就裁定中国的一些审计公司 Auditing Company 他们是违反了美国的这个审计的法律 就说他对中国的公司这些审计 是不透明的 有很多做假账的东西 他其实都已经判决了 但是当时的SEC的Chairman 可以说Chairwoman嘛 他当时就把这个事情给压下来了 最后等于说是SEC向中共屈服 甚至不是compromise 都不是折中 他最后说 就最多罚这些中国的审计公司 50万美元 这个对于一个大的公司来说 50万美元不是九牛一毛吗 根本就等于不是罚款了 所以就等于说 就继续允许中国的审计公司 继续造假继续帮这些中国公司 跟这个华尔街创通起来 把这个公司到美国上市来 那现在呢 我觉得就是SEC的人员也在变动 同时其实美国这个政府方面 Administration这方面 跟这个SE的关系也在变化 也可能进一步像SEC施压 所以过去这个放松的做法 以后呢 在近期内也会有所调整 所以我觉得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 面临的要财务更加透明的问题 而且中国这些公司的这个风险问题 现在是越来越突出嘛 对吧 包括今年的这个Racing Cafe 对啊 还有去年中国的 比如说那个刊美药业 这一家公司可以在财务上造假 300亿人民币 造假300亿人民币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这个有多大的风险 甚至连民生指数 自己它本身在去年的时候 并不愿意增加中国公司的这个权重 因为它知道中国公司 去年一年的这个performance 其实是全球这个emergent market 最不好的一个 但是就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上 它必须往下加 往上增加 所以其实我想各方面的问题 都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最后就说华尔街如何 重新评估这个风险 会一定是将来会 会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会有很多的中国公司 面临真正的透明的这个神迹 何文先生请您补充一下 您怎么看这个事件 会引发的连锁反应 这个连锁反应 其实还不仅仅是在这方面 就是说这方面的连锁反应 当然从这个联邦政府到各个州政府 可能都会有一些采取一定的措施 不只是这储蓄基金投资的问题 对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个 中概股的审查会加强 而且就是说可能会给这些 就是帮助他们包装 或者是审计的这些美国公司 其实后来中国公司 这个中概股在美国上市 实际上都是一些大的 国际上的这个审计公司 其实审计公司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就是说如果说能够追击到 审计公司的责任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小心一点 不然的话就是说他没有责任 这会往前走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其实美国现在考虑到了 就是这么多年来 实际上是美国的输血 对 金融输血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领域 这个实际上不仅是金融输血了 包括技术输血 就是全面的输血 才使中共这个整个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威胁 所以说呢不仅在金融方面 金融方面当然非常重要 但是呢在其他方面 我认为美国也会去重新审视 这个呢其实比金融还早一点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对就今天 川普总统重新又延长那个禁令 就对这个华为的 华为等这些公司的那些 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现在这个继续延长禁令 我觉得美国会在这个全面输血 就是说谓养虎为患 这个问题上会比较严肃的 而且持久的去做 有个大的转变 其实说到这个我们再来说一下 美国这个另外一级重拳 现在就是说有消息传出 我们当然还没有看到 政府方面做任何的评论或者是确认 但是呢就是美国这个 这个前白宫这个首席策略师班农 他在他的这个节目中呢有提到说 现在有关推导中共防火墙的 这个事情已经进入了 美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而且开始有实质性的讨论了 那这个这两天在网络上引发了 非常多的讨论啊 我看就是很多人的他们观点 就是说技术不是问题 就是包括班农在节目中采访的这位专家 他也说技术不是问题 问题就是说你政府有没有这个决心 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因为技术呢我不是很懂 所以我也不知道技术上究竟是什么问题 但是呢 但您觉得美国政府的决心 美国政府现在才就下定这个决心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至于做到哪一步 我们现在还很难说 因为在这之前呢 大概十多年前的时候啊 就是中共不是建这个网络防火墙吗 就是Great Firewall 那么当时呢其实美国国会呢 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美国国会曾经通过过一个法案 然后拨款拨了一大笔钱 大概有一千多万 对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美元给开发这个 那时候不叫推倒防火墙 那时候就是叫突破网络封锁 翻墙软件啊 就是突破网络封锁这个 结果后来呢当时 因为当时的行政当局呢 是明显的采取推进政策 所以呢就没有把这笔钱呢 用在突破网络封锁方面 就是当时突破网络封锁最有能力的公司 没有得到任何资助 只是说从这笔资金当中 转手了很小一点点 一小部分 最有能力的当时我记得应该是 法轮功学员办的一些 网络翻墙软件 因为当时好像媒体报道说 伊朗都在用 这所谓的破网三件课啊什么的 对当时伊朗的那个推特革命网 当时就是依靠的 就是法轮功学员开发的那些软件 因为当时呢实际上 全世界最先进的 突破网络封锁的技术 就是法轮功学员开发的 所以当时这个美国政府呢 就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确实是如果说 他有这样的基金的话呢 其实能人多得很 关键呢是政府的决心 所以现在呢就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班农说的肯定不是说 空穴来风 他一定有他的白宫的这个消息来源 那美国政府呢 我觉得现在下决心呢 也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因为这次呢 这个疫情的爆发 大家都深刻认识到了一点 就是中国的网络 这个和信息封锁 网络封锁和信息封锁 所带来的危害 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 它危机到全世界 这个大家都已经认清了 所以说如果说要采取什么措施 将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话 全球不能够再受得了 这个是大萧条都没有这么严重 是 我看有人就说 李文亮医生那个吹哨的那个推文 其实当时好像是台湾很快的看到了 因为那个引发了台湾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机制 那个就是12月底 月1号好像他们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对 它是12月31号看到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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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更多的国家能看到的话 甚至就是因为如果说没有这种墙的话 可能连英文啊各种语版都会有 那真的是会不一样 对 所以说就是美国政府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了 下决心 我觉得虽然说是亡羊补牢有点晚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话 现在还是一个机会 就是说这种机会不会永远有 趁现在这个机会 要推动这件事情 那是就是说是审视这次疫情 要不然的话 你等于是就白白的全世界受这么大的损失 你如果不从根上解决 从根上解决的话 当然就是说要中共没有了 但是中共怎么都没有呢 这是靠中国国内的力量 只能靠中国民众觉醒 中国民众觉醒的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信息自由 所以说我觉得美国政府 不管它是主动的也好 还是被动的也好 是准备走到哪一步也好 它一定是认清了 看清楚了这个问题了 而且确实比历届的行政当局都要有决心 向远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技术和决心问题 一个就是技术问题的话 我不知道比如说像马斯克的这种卫星计划 它是不是就是一种可以推倒防火墙的方式 因为现在可能已经不单单是说 要用翻墙软件这个算推倒防火墙 我觉得我的理解是推倒防火墙 应该是说不用翻墙软件 都可以看到外面的真实世界 那技术是这个问题 那但是决心方面呢 因为这位班农采访的嘉宾 他提到说 美国需要有当年这种实行曼哈顿计划 这样的决心和全面的合作 您觉得美国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和意愿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决心和意愿 当然是比之前要强很多 就是这个pandemic之后 整个美国政府的这个决心 和这个决心 当然会比之前强很多 那技术方面它确实 其实不是大的问题 我记得在1月底2月初的时候 美国空军的一个前中将 Steven Quest 当时他就提到了 其实美国就是他的空军 后来包括这个新成立的太空军 他们其实已经有一些技术 而且跟民间的合作越来越强 他们在开发整个太空方面的技术 这个太空技术很多人会直接就是想到卫星啊 或者是比如说一些防空导弹啊等等 但实际上太空的技术包含了这个 如何从太空中吸取太阳能 如何在太空中得到这个水 就是因为地球上的水资源也受到破坏嘛 如果是从太空中直接取水的话 也会更加纯净 它包括了能源水 还有这个通信的技术 所以像你刚才提到的 这个Elon Musk的这个SpaceX 他们这个发射的技术 和他们的比较相对廉价的服务的话 也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所以美国太空军方面和这个美国空军方面 他们也跟这个SpaceX有合作 说要发射这个就已经发射了 今年初就已经发射了一些卫星上空 这是作为通讯的卫星 所以他们在建立这个网络 如果一旦太空中的这个互联网网络 能够建立起来的话 那当然就越过了这个中共的防火墙 那就是民众可以通过卫星直接上网 所以这个技术他们其实也是成熟的 只是说在逐步实施的一个过程中 那另外就是像Mike Horowitz 他在接受班农采访中提到的一些大学 就是一些顶尖的知识分子 他还在开发新的技术 能够绕过防火墙 那这个也确实是有其他的这个渠道 不见得是非得走太空这条路 那所以还有其他的做法 那像刚才恒河提到的 过去法轮功学院所开发的这些翻墙技术的软件 其实仍然也是非常强大的工具 如果有更多的资金能够进来的话 那整个翻墙服务所用到的这个网络的宽带 就可以迅速升级吧 那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直接利用这些现成的工具 翻墙过来 所以这对中国来说 就是说对中共政府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 因为他们就完全依赖 就是一直这个屏蔽中国人的这个信息的渠道 通过能骗中国老百姓来维持他的政权 所以这个突破防火墙来说 确实是中国人现在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生命线 所以如果美国政府有这样大的决心 特别是很多比较保守的力量 已经很明确的看到 其实中共和中国是应该区分开来了 而且中国人民是应该是站在美国人民这一边 大家一起去争取这个信息的自由 那这样的话这种的角度呢 就是说让中共真的孤立起来 让中国老百姓也唾弃中共 唾弃的信息全靠来让人知道这一点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是 其实恒河先生您刚才说到 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觉醒问题 我看到也有不少人呢 就是对于这个真的去推倒这个防火墙之后 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中国人的觉醒 他有一些些悲观 比如说很多人就说 他说现在很多华人在海外的华人 在海外生活多年了 但是呢他们可能那个思路还是没有转变 比如说中美这个一朝这个病源 他就觉得说他就很相信中共政府说的话 说你看这个病毒就是从美国那边来的 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过去谈到一些什么 这个小粉红啊或者是什么的 包括海外的留学生啊 他在海外也是接受了很多的这个教育 但仍然那个观念全部是和中共的这样的 是站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吧 所以就是这方面您怎么看呢 您觉得他这个 一个他们为什么思维 在国外多年还是这样的 跟中共一样的思维 另外一个您觉得这种防火墙 对于改变这样的思维 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首先讲一下这个 其实呢所谓这个爱国情绪 或者是跟着中共的指挥棒走的话 从比例上说的话 海外华人可能比大陆的华人比例还要高一些 大陆的华人是没有机会发生 海外的华人呢 是没有亲身 就是已经很久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共的那种暴政统治了 所以说他远看的话呢 他总觉得很多东西好 另外一个呢 是也是一个信息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基本上生活在华人集中的地方 那么他们看的东西 就是这个互相交流的工具 什么微信啊抖音啊 然后看的那个华文报纸的话呢 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个中共控制的 因为实际上除了法轮功学员办的几个媒体以外 很少有媒体真正能被称为独立的 就中文媒体 中文的大众媒体 很少有真正是独立的 好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表达自由的不对等 就是亲共这些人呢 他们比较容易发生 而一些中间的 或者是不满意中共表现这些人呢 那么他们就会受到一种威胁 因为在这种中文的网络世界里面的话 他是受到监控的 微信就都付有这个监控这个用户的这种 义务或者是责任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说 这些人在就是不同意见的人呢 在表达的时候呢 他就有很多顾虑 包括他自己会不会受到威胁 包括他的家人在中国大陆的 会不会受到威胁 所以说这是一个不是就是不是对等的 你看上去好像亲共的人多 实际上不见得 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人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 其实是很清醒了 只是说他们一般情况下没有机会发生 或者他们可能宁愿不太不愿意去发生 对 所以说呢 就是说美国将要采取几个措施 一个呢就是如果这个防火墙推翻以后 中国大陆的民众能够表达信息 能够有表达自由 那个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为什么呢 因为当他所有的舆论在一面倒的情况下 很多人会被迷惑 但是如果有不同的声音会出现的话 那么很多人就会清醒 我并不在乎有多少人顽固不化 但是大多数人是可以通过看到真相以后 来明辨是非的 这个我绝对相信 人性当中他好的一面 总是有的 所以说只是 就是只是有一个表达的机会 另外一个呢 就是美国政府 现在还有一个 我觉得需要做的是 就是不仅是对美国公司要监控 对于这种中国的网络公司 在美国经营的 包括抖音 包括微信 也要进行适当的这个管理 就是说 作为政府来说的话 你不能允许这些人 在监控美国的公民 美国的居民 对 前阵不是传出来是微信在监控吗 然后大量的发出假信息 大量的发出这种 就是disinformation 就是它变成了中共信息战的一个工具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要把它 中共是把你当对手来用的 来对待的 那你怎么可以就是毫无防备呢 所以在这两个方面 如果综合起来的话 我觉得推倒防火墙 会具有很大的作用 要不然的话 中共也不会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封锁网络了 是这样的 萧恩先生还有一两分钟申请您很快谈 您怎么看这个推倒防火墙对改变人心的作用 这个作用相当大 那我觉得我可以就刚才冯和先生说的 我补充一点稍微积极一点的信息吧 就是大家可能前几天有看到 就是美国国会议员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力量 成立了一个China Tax Force 对吧 这个China Tax Force 他们西战现在已经在考虑一些议案 就跟刚才很少先生提到 这几个方面非常有关系 一个就是网络突破分锁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中共的这些 在海外的disinformation 那包括更多的中国的在外的这些媒体 除了之前的这个CGTN 或者五家媒体 被美国国务院定为这个foreign mission的 这样的这个媒体采取措施之外 其他的像分凰卫视 还有其他的这个亲中共的媒体 都会面临进一步的一些 就是从国会立法方面进行一些限制 特别强调这个reciprocal 就是对等的这个原则 在媒体行业方面也会进一步推动对等的原则 因为中共一直不让海外的媒体进入中国 对吧 即使是一些主流的媒体 也只能在中国的一些旅馆里面播放 但中国老百姓是看不到外面的媒体的 而美国等于是敞开大门 让这么多的这个中共的媒体 在美国进行宣传 所以在这方面也会有立法 那同时也会有更多力量来支持 这个推翻这个防火墙的这些立法行动 对还有甚至还会可能有的 关于活摘器官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制裁的法案 所以有这个China Task Force 很快也会对外公布 但他们已经在采取制定这些法案 好的 好的那非常感谢二位 我们今天节目讨论很重要的问题 但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先讨论到这儿 谢谢二位的精彩点评 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ipleby対u by b Altyazı M.D. 终于